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关心考古大发现这方面的事 最近有一个极大的热点 就是江西南昌汉木海昏侯木的发掘 大家看过新闻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那么这个木发掘出来之后 真的是引起大家对两千多年前历史的极大的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木里面出土的文物是一万多箭套 而且都非常的精美 牧主人他的身份也是一个历史之谜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本书 就是讲述海昏侯木发掘的始末 而且由这些出土文物引发 去探索牧主人刘鹤的前世今生 千古悲催帝王侯 海昏侯刘鹤的前世今生 那我们掌声请出这本书的作者 李隆武先生和海昏侯木考古队的领队 杨鹤先生 掌声有请 欢迎 欢迎 首先呢 要请大家猜一下 他们两位 哪位是作者 哪位是考古队的领队 哪位是作者 手指指一下 那边 戴着眼镜吗 就是因为戴着眼镜 所以他就是作者 你拿下 现在呢 谁是作者 还是他 你们还是很有眼光的 判断考古队的人 有一个顺口溜 叫远看像抓舌的 近看像抓舌的 仔细一看 是考古队的 大家说 杨老师 我就是一个杂士 杨军先生 李隆武先生 再次掌声欢迎 说到这个海昏侯木啊 它因为隐藏了太多的秘密 未接之谜 为什么 这座墓葬 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 它还保存完好 这就是一个奇迹 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为什么 因为考古队有个说法 叫汉墓是石墓就空 基本上都被盗完了 然后如此丰富的一个墓葬 居然是完好的保存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首先有请黎先生 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座墓是怎么被发现的 掌声有请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 我的书的开篇 开篇叫做《大墓开启》 惊艳世界的刘鹤 真实的大墓被发现的过程 还要得回到五年前 早春三月南昌是很冷的 结果就在南昌北 新建区大唐平乡 有一个叫郭敦山那么个地方 那郭敦山是干嘛的呢 就是当地的老百姓 祖坟山 谁家老了人 就往那个山上埋 层层叠叠就埋了很多的坟 这个村民连续几天晚上 就听到村庄的狗 此起彼伏 就叫个不停 然后那个山顶上 还会传出 闪闪烁烁的光 那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叫求德信 这个老党员很不错 责任性很强 他知道那个地方 尽管是祖坟山 同时也是文物保护的 重点保护的部位 所以他就怀疑 这个晚上通宵通宵的 在那干活的是什么人呢 所以在某一天早上 这个求德信就叫了几个村民 说我们去看一看 结果到了郭敦山的山顶上一看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洞 长度大概有将近两米 宽度也有将近一米 大概是这么一个巨大的洞洞 从洞里挖出了土 就堆得老高 而且还有一些巨断的那种锅板 厚厚的三四十厘米 那种厚厚的锅板 所以当时求德信就判断 这里可能是一座古墓 让人到目的这个光顾了 所以赶快报警 警方和文物部门第一时间就到了 第一个下到这个洞里的 专业的考古人员是谁呢 就是我们坐的边上的侧位 江西省考古队的领队 我们的专家杨军先生 杨军第一个下的这个洞里 是老百姓拿着腰咕嚕的篮子 杨军坐在上面 顺着上面往下面顺下去 盗墓贼打开了上面的风土 现在测量大概一十五米高 不光是这个风土挖了个洞 把地宫的上面的裹板 把它锯开 再把地宫再往下面打 这个洞一直就打穿了整个地 地宫的从顶到底 贯穿商 杨军很专业 江西乃至我们国家 著名的考古专家 他当时就判断 这个墓等级非常高 埋的这个人 有可能就是 他们一直在找 但是没有发现 当过二十七天皇帝 当年的第一代海军侯 第二代昌仪王 那个叫刘鹤的人 我跟杨军后来聊过 他当时下去以后 有一种预感 有可能会发现一个惊天之明 这个就是这个墓 刘鹤墓 真实的发现过程 后来随着考古队 这么发掘 陆陆续续出土了 一万多件文物 各种文物的指向 越来越指向 那个当过二十七天皇帝的 刘鹤 把这座墓 推到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下 主持人 谢谢 黎先生请坐 哎呀 黎先生 您太会讲故事了 像看鬼吹灯似的 确实有鬼吹灯的成分 我们可以来看一段电影 就是他们怎么样 通过分金并学术的方法 把这个墓找到了 请看 又不对 还是延藏 这分金定学 是个技术活 那可得花点工夫 所谓分金呢 就是用罗盘定位 这罗盘一周呢 是三百六十度 又分成了二十四山 每山呢 又细分五斤 一共是一百二十斤呢 同出这东南西北 四面八方所有的地理位置 这方圆数百里的龙雪宝地 那是一篮无鱼啊 下面很深 空间很大 像是个木刀 一千多年前 中国分裂成三个国家 不停地打仗 打仗首先要吃饱 有个皇帝 为了不让战士饿肚子 在军队安插摩金小卫关闲 这关闲是干嘛的呢 就是到处摊看古墓 破门开关 跟死人借钱买粮食 魔镜小卫规矩森严 反开大幕 必须在地宫墓室的东南角 点上一支蜡烛 方可开关魔金 若蜡烛熄灭 必须将到手的财物原物放回 退出墓穴 否则将有灾祸发生 几名灯面部摸金 撤上 难道真的有这种树吗 就是什么摸金树啊 鬼吹灯啊什么的 这个事啊 要问 要问杨队长 这是小说或者电影里面描写的 但是一般的这种情况下 至少我们包括我 很多我们的考古专家 做了几十年 确实是这种事情的 还基本上是没碰到过 这是带有一个文学上面的描述 但是我们所说的摸金效尾 发秋中南将 这两个摸金效尾是曹操时候的一个官民 就是他当时打仗 他需要军会就专门设立了一个官职专门去盗墓 就叫摸金效尾 原来我还不看这个书的 后来是我儿子问我 他说爸爸你搞考古的 你知道摸金效尾吧 发秋中南将吧 我说我还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摸金效尾是一个官民 那他们为什么能够找到 像您说的那么精准的 找到那个地方 是用洛阳铲吗 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问得好 我跟杨军谈了这么多次 我最想问他的问题了 就是为什么动物谁 会定位定得那么准 而且后来那个 你看那个洞打下去 现在都弹开了 全部扒开了 就是正中央的位置来打下去 就那个倒洞就在正中央的位置 所以说定得这么准 你今天得把它问出来 对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给他讲个故事吧 因为我们干这个行业的 有的时候一回家 可能就要做好丈夫 做好爸爸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经常去菜场 所以有一次 我去菜场买菜的时候 在那个菜场住的 有一个居民专门在看什么书啊 看考古学的书 当时那好像是十多年以前 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四五十岁子 将近四十多岁的人 怎么会这么刻苦 因为考古 这当时还是算比较冷门的一门学问 后来我才发现 他要么是搞收场 要么是 要么是 墨基校位 不一定他也一定是 所以现在就是想盗墓的人 他是一定是一个非常刻苦的 不断地喜欢看书的 这个人他是做了就非常吃苦的一个研究 所以我们看到他为什么那个度打在那个中间 他是根据了我们原来地灵和诸侯亡灵的材料 一般诸侯亡灵和那个皇帝灵 关酒都在中间 所以他打在中间 他是肯定是看了书的 但是他这一次失误了 您去的那一天 如果再晚一天的话 说有可能就被盗了 有这个传说 对啊 就这个墓 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关注呢 它确实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我跟杨俊东判断 再晚一天 发现这个墓 有人光顾的话 里头要洗劫一空 因为它现在已经全部贯穿了 它通了 它只要把里头的东西稍微一清洗 你连主棺材 包括刘鹤那么多精英宝贝 肯定是无一幸免 所以这个是不幸中的万幸 现代的盗墓贼是最可恨的 他应该现在有很多的技术 等于说他打通之后 如果我们晚去 那一晚不去的话 他一个晚上 他里面的东西 全部拿走 古代盗墓贼墓金校尉 他是要金银财宝 现在这个盗墓贼要的 什么东西都要 他是到里面把所有东西拿出来 把里面破坏的干干净净 也就是说 把整个我们 对古代需要了解的未知世界 或者以前不了解的知识的信息 全部毁掉了 这是考古的天然的敌人 而且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 对这个盗墓是处理的 非常严重的 因为从按我们现代的观点来说 它就是破坏世界文化遗产 如果这个破坏了之后 我们李先生的这本书 出不来了 可能大家看到的就不是这么 信息量这么大的一本书了 那么说到这个墓 有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提到的 为什么在汉墓 十墓九空的状态下 它一直到现在 还保存完好 因为最后 我们把墓打开之后 在里面还发现了 五代时期的一个灯斩 据说是那个时候 盗墓贼留下的 有盗动 对啊 那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还是保存完好 这要请杨先生 您来跟我们讲一讲 他专业 好吧 老师欢迎杨先生 来跟我们讲讲为什么 实际上 我就是说 这个海分喉墓 能够保存到现在 一切都是机缘的巧合 它都没被盗 我们就要想到 江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湖泊 叫做鄱阳湖 也就是鄱阳湖 是海分喉墓的一个保护神 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 海分喉墓所在地 就是在鄱阳湖的旁边 所以海分喉 北面是鄱阳湖 东面是干江 那一块说 它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鄱阳湖区的 自然生态保护区 也就是湿地保护区 所以一直来说 这个地方没有工业 所以没有工业的话 就没有推土机 没有挖土机 所以整个海分喉墓 包括它的城 整个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 完完整整的保护下来了 这是一 第二个 五代的时候就被盗了 为什么最后盗墓贼 没盗成呢 这就是跟当时 公元三百六十几年 也就是海分喉死后的 将近三百多年的时候 鄱阳湖发生了一次 大地震 大地震之后 整个把他的墓室 震塌了 而且到了南朝流宋的时候 因为地质变迁 整个鄱阳湖水发生了一次南清的过程 大家就知道 海分喉墓埋葬的时候一定不会埋在水下的 水上的 就是因为南朝时候 整个鄱阳湖发生一次南清的过程 使整个地下水位抬高 所以把这个海分喉墓所有的东西都泡在水里 好了 泡在水里 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两千多年前的这些巨大量的漆木器 包括竹碱 因为水是有一个最好的绝氧功能 所以你看到我们进行的发掘 都要重新使用低氧舱 把他放在低氧舱里面进行保护 返回他的原始保存状态 古代的时候他不具备水下盗墓的条件 所以他到了这个墓的西北角之后 实在是没办法 所以他就放弃了 这是国阳府 就是第二次保佑了海分喉 现代还有一次盗墓贼 就是一年三月被盗 这个盗墓贼悲催就悲催在这里 又被老百姓报告了 又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当晚就赶去了 所以就避免了他一个晚上洗劫一空这样的墓葬 刚刚虽然我说了 盗墓贼也很刻苦 他也需要研究 但是考古工作者考古科学没有研究出来的结论 所以他们就不知道 盗墓贼犯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 他首先到了夫人墓 夫人墓是位于主墓的东面 他没有了解到汉代是以右为大的 是左面的是主 是右面的是主 所以以右为大 他首先搞错了 这是一 第二夫人墓得手之后 他就来到海分喉这个主墓 他就没有搞清楚这种所谓风意的猎猴的墓葬 他是按照生前逝死如是生 按他的驱使画来建造的 所以他的关九是放在东史的东北面 就是放在整个墓葬的东北角 大概是这一块地方 整个那个祖国城的东北角 所以他打在阵阵中中间 他又没有打对 所以现代的盗墓贼 古代的摸金校尉也就跟 这个刘鹤的政治人生一样是非常悲催的 就是因为这些道理 谢谢 谢谢 这是讲明白了 然后注意到刚才为什么讲悲催 我补充两句 假如说这个盗墓贼不是打的正宗 他往东面打两米 就打到谷关 就是刘鹤的棺材 那里头有大量的金银宝贝 往左边就往西面 如果打个六十公分 就是那个沉香沉香的马蹄筋 金饼 那哪怕偏一点 你就是架子连城 那一个马蹄筋拍卖多少钱呢 2012年香港拍卖 919万 一个 一个 他这个墓里头沉香沉香有48个 我的天哪 所以杨军先生讲 悲催 所以刚才他又在传授专业知识 你讲让 说这个居士化布局 将来古街盗墓贼 如果说 不再从中间打 往东边打 都是杨军教授之功 不能这样说 应该是什么说 我们只是把这种常识 就是告诉了大家 真正这个常识和盗墓 这是两回事 因为要保护文化遗产 是每个人的责任 而且是政府的一个责任 所以说 我们现在要共同地把盗墓贼 要看成是 至少是我考古是把他看成是敌人的 全民的敌人 对 说到您是第一个有脑相加的那个篮子 坐在篮子里头给顺下去 对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当时顺下去的时候 拍的第一张照片 就从那个倒洞 对 直接顺下去 我想问一下 您下去之后 这个洞里是一个什么状况 一般这个墓里头说 都有那种什么迷魂的气息 您当时没有昏倒吗 这个里面 因为我当时晚上发现我们去了 但是晚上下不去 是第二天白天下去 因为当时那个倒洞 十四米八 从上面看下去 深不见底 这张照片能够拍的这么清晰 还得感谢我们当年的考古所的领导 因为我是当年刚刚换了一个新相机 所以在那个十四米八 那个深不见底的地方 我这个相机还带有红外线 所以能够拍出这样的效果出来 这个在我挂的相机下去的一刹那间 一往下去 就迎面扑鼻过来 一阵的香味 香味 就作为我干考古的来说 我是知道的 像这样的两千多年的墓 应该是没有意味的 因为明期墓的时候 才有一种非常不好闻的那个意味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脑袋就在迅速的反应 我说 这个墓 就是昨天晚上判断的 西汉高等级的一个墓葬 肯定没错 这么香 那里面要么就有香料 或者有其他的 当时建造墓 怕被盗的时候的一些处理 现在看来那个香味 应该是五目发出来的香味 所以就从这张照片开始 慢慢地开始发掘 然后人们就对墓主人 那个时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谜团 那么其实这个谜团的解开 是随着文物的出土 一点一点解开的 实际上呢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墓主人 准确地讲 并不知道 就是包括刘军他们 十有八九是刘鹤 但是呢 专家们他真的用证据说话 就没拿到关键证据的时候 谁都不会说 说铁口直断 那就是刘鹤 为什么去写这个书呢 就是我陪客 来的人我陪他去看 去了几次现场 就看到杨军他们在那忙 在清理那个诸葛市 然后就跟我介绍 今天又出出了什么文物 比如说大量大量的金子 陈香陈香的金饼 金器 马蹄筋 还出土了 比如说编钟 就是一些很高等级的乐器 还有一些青铜器 大量的精美的漆器 当时大家都在猜 说这个人十有八九 是刘鹤 所以我去了几次以后 我就开始悄悄地做这案头工作 就来搜刘鹤是怎么回事 那你搜 这个人还当过皇帝 当过王 当过帝 还当过侯 我就说就这个人 太有意思了 太值得写 所以我写完这本书 那个时候 刘鹤的棺材运到了国家 考古实验室 就在那大墓 一公里吧 建了一个 专门的考古实验室 那在考古实验室 你把内棺材打开 看了那个躺在内棺材里面 那个刘鹤 但是因为年代已久啊 水里泡的时间太长 尸骨无臀啊 但是刘鹤 他腰间那个位置 由于梅他的私印 撰题写了刘鹤两个字 小英哥 什么小英哥 这个好 你往这边看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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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老师从这边快 对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 是吗 是吗 这个位置也对的 对 对他那个位置差不多 预制的印章 弹路出来的部分 是一个流字 印章上显现出来的流 占据了张面的一半 就是说 另一半只能是一个字 这会是考古队员 期盼已久的那个字吗 当时就这个形状 就在他腰间这个位置 对 对 这就是内关盖打开的 他就是尸骸的腰部 然后那个时候呢 专家们就判断 这是最关键的证据 这个牧主人 就是刘鹤 当然我心里就窃喜啊 我终于写对了 我假设他就是刘鹤 我真的把它写出来 跟考古事件相匹配 大概整个过程啊 这么个过程 这就是刘鹤的印 刘鹤玉印 好像是有两枚印 对 能够准确地说明他的身份 对 这两枚印有什么不同 第一枚印就是他 挂在自己腰间的 是已经在南昌这里 当海分火 他这个身份 可以写刘鹤 失印 这枚大刘鹤印 反映到他 在皇帝被废治后 他十年是被监督的生活 但是他要对外交流的话 他用什么呢 等于说他又不能够用 说他是苍蝇王 他不是苍蝇王了 说他是皇帝 他也不是皇帝 他也被废了 他这个刘是什么刘啊 他又跟一般的老百姓的刘 又不相同 他要表示他这种尴尬身份 就使用了大刘记印 一看到这枚印呢 我们就想到他 这种传奇的人生 跌踏的人生的那一段 最从高峰跌到低谷的 那一下 他的那个十年的生活 就是这么硬的反应 所以我们说这么硬 也可能就与我们那个 一镜 就发现了那个 有红纸屏风作用的 有屏风作用的那枚一镜 可能成为海分红木的 一个特色的文化元素 就像您刚才讲的 刘鹤的人生是如此的跌宕起伏 非常的传奇 但实际上呢 在这个历史史书上的记载 很短 主要是《汉书》和《子智通鉴》里面 大概有关刘鹤的记载 散见在 比如说霍光传 《汉五子传》 散见这些传记里面 它是没有专门的章节 来记载刘鹤这个人 因为他没有年号 是个废地 加起来的记载 也做精确的统计 大概不到一百个字 就有关刘鹤这个人 就不到一百个字的 这么一个记载 但是实际上呢 他的人生是非常的传奇的 所以 黎先生是 通过他自己的研究啊 就还原这个刘鹤的前世今生 写出了十万字 所以一会儿要请您来 这个跟我们讲一讲 刘鹤有着怎样的人生 要追溯刘鹤的人生呢 我们可以从一首诗开始追溯 来看一段电影啊 张子怡唱的歌 你不知 心跳上也经过 家人难再得 北方有家人 对 传说 是这个刘鹤的奶奶的哥哥 旧爷爷 旧爷爷 旧爷爷写的 写的是刘鹤的奶奶 李夫人 是吧 北方有家人 那么他的这个前世的话 得追到这儿去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还是听李先生来讲 好不好 主持人当时问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 他怎么当上皇帝的问题 刘鹤是汉武帝最宠爱的妃子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清国清城的李夫人的 弟亲的孙子 汉武帝 为什么会最宠爱李夫人呢 这是因为刘鹤的奶奶李夫人 有一个哥哥叫李延年 李延年是汉武帝那个朝代 天下最有名的音乐人 现在的叫大卡 大腕 音乐才能 非常的高 精通音律 但是李延年年轻的时候犯了错 被处以公刑 被发配到皇宫给汉武帝养狗 他心里都很不服气 没有地位 没有面子 怎么办呢 要彻底的改变 李延年就想到了自己的妹妹 长得是如花似玉 清国清城 他想了个办法 就以妹妹为原型 写了这一首 北方有家人 天天排电 用现在的话 白加黑 五加二 天天就排一首歌 北方有家人 终于有一天 就钻进了汉武帝的耳朵里面去了 所以武帝当时就把 年年的妹妹召进宫 很快就封为夫人 喜欢得不得了 但是呢 红颜薄命 李夫人自从为汉武帝 生下了儿子以后 一病不起 所以李夫人病重的时候 汉武帝天天去探视 这个时候李夫人坚决不让 后来就有人就劝 李夫人 说的五弟这么喜欢你啊 你怎么不让他见一面呢 结果李夫人说出了一段 让天下人为之动容的话 他说啊 自古以色适人者 色衰而爱持 爱持则恩绝 假如说五弟看到我这种 很衰弱的样子 可能过去给他的美好的印象 都没有了 甚至还会心生贤恶之心 你怎么还可以指望他 照顾你的兄弟 照顾你的儿子呢 所以这个聪明的李夫人 把自己最美丽的形象 深深地嵌在了汉武帝的心中 结果过了不久 李夫人就去世了 所以五弟对李夫人这种感情啊 后来直接地影响到 刘鹤的秘密 刘鹤 为什么能当皇帝呢 就源于 李夫人当年 对五弟有交代 你要善待我的孩子 这个李夫人死了以后 这个汉武帝 兑现了诺言 封李夫人的这个儿子刘伯 昌义王 刘鹤五岁的时候 刘伯死 又让刘鹤接位第二任昌义王 结果刘鹤在昌义王的位置上 大概干了14年以后 到了19岁这一年 这个当时的皇帝 汉昭帝刘复林驾崩了 刘复林驾崩 又没留下儿子 怎么办呢 所以当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就想到了当年 汉武帝最喜欢的李夫人 他的后代 19岁的昌义王刘鹤 就把刘鹤引寝入朝 给死去的皇帝刘复林 过季当他的太子 主持完商礼以后 接了皇帝位 这就是刘鹤 怎么当上皇帝的 就在这儿打住 后面的千万不要跟他们说 让他们看书 对 然后后面你也想知道 他当了皇帝干了什么事 后来为什么下台 一切尽在我这一本书中 欢迎大家阅读 我想问您里面写的这些 都是合理想象 有足够的依据吗 这十多万字呢 主要是源于对刘鹤 整个生平的 若干个阶段 那么按照正史和野史的 结合的分析 来还原他的人生 他的人生哪几个阶段呢 第一王的阶段 昌仪王 14年 第二来帝的阶段 27天 第三来被废以后的庶民的阶段 10年 第四个阶段呢 就是海温猴 到南昌阶段4年 那么这些阶段呢 因为历史上 记载非常的少 所以你必须结合 墓里面出土的文物啊 要进行合理的构想 就是要符合历史的逻辑 这本书所提到的 所有的重要的历史人物 他都是真实的 因为汉史上有记者 知识通鉴上有记者 所有的重大的历史事件 他也是真实的 有大事不虚 那您怎么来定位 这本书的它的性质 它是小说 还是纪实文学 还是 这本书呢 我们出版的 是作为历史记史小说 是这么一种定位 就是用小说的文学的语言 来写一个 历史上记载比较少的 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就把正史上 没有记载到底 但是 墓里的文物 能够反映出来的 我们把它写进去 就刚才 这个杨军先生也讲过 刘鹤的内观 到了国家的考古实验室 把它打开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这么几个信息 他右边的右手边 放了一把书刀 我当时不知道书刀干嘛的 我问杨军 杨军他懂 他那个书刀呢 就说明刘鹤是经常写东西 在汉简呢 在竹简上 在木读上写字 他只拿那个刀 把它刮掉 刮了以后重写 所以放了一把书刀 你从这里来分析了 就是刘鹤这个人 应该还是个读书人 是一个喜爱写东西的人 至少他的晚年是这样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象 刘鹤你又在山东 在孔孟之乡 你的墓里头 又发现了这么多 比如说还有上万枚竹简 还有给皇帝写 奏章那个墓读的底册 还有很多的那些艺术品 堪称艺术品的那七盘七七 我们就可以构想这个人 喜爱音乐 喜欢读书 而且品味高养 喜爱收藏 高大上 就跟历史上所记载的 那什么 婚姻无度 就跟这个形象 就冲突太大 你比如说我写他 在位二十七天 正史里面讲 在位二十七天 下了一千一百二十七道诏书 我们姑且不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每天处理国家大事 四五十件 还是应该是比较勤奋的一个皇帝 但是一个刚刚上任的皇帝 每天就处理这么多事情 发这么多诏书 也说明是个很任性的皇帝 按说你先新即位 要先熟悉情况 拿起皇帝的拖就盖 这就很不严肃 所以我这个书里面讲出了 任性的二十七天 我为了写好任性的二十七天 我就参照了霍光传里面 废帝诏书 里头隶属 刘鹤的罪状 一大堆 那么这些罪状里面就涉及到刘鹤 任命的一批官员 就是从昌仪带了一个班底入朝 然后跟他们封赏了朝廷各个部门 还记载到他用酒兵的大礼 来引请自己的姐夫 叫关内侯入朝 这个都是违反理智的 所以结合这些废帝诏书里面 记载的那些事情 我们可以想象 这二十七天这个皇帝 是确确实实是比较任性 胡为 根目里面出土文物所记载的 文清是有巨大的冲突 那么存在这种冲突 就给我产生了更大的联想 刘鹤后来为什么变了 为什么不是当年那个任性的皇帝 而成了这一个饱多诗书 兴趣高雅的人士呢 那就是我这个在版 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 在版书里面就解析了 他这一种 从天上到地上 从皇帝到庶民 巨变之下的心态的改变 行为的改变 和政治上的一种成熟 被废了以后 为什么被杀掉 中国很多被废的皇帝 是难逃一死 但是他逃脱